同样一样是在新北土城这一场 民众是还特别拿着 我讲的是民营党的支持者 拿着尖叫机在喊一些反扩权护民主 等于这个尖叫机的风潮 是从立法院里面直接又到外面 大家就吵成一变 那有趣的点是在于呢 这个我们看到的沈柏阳等等 照理说我们最近最常谈的一句话 叫做当家闹事 现在还当家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为做主的人 然后再喊再发放芒果干 这个也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那你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造成我们自己有亡国感这么的浓烈呢 那这样子发放 当然我觉得民营党本来就很爱煽动这种感觉 这种情绪 只是还吃吗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也是因为刚刚你只得帮我们破题的 在台南的这场就有被发现到 好像人开始有点慢慢的转变 今天看到一则特别的社论 他也讲到轻鸟是不是老了 配烧的危机也浮现 他讲的就是来自于在台南的这一场 他发现到年轻族群似乎已经不是主力了 原本在这青鸟时期 立法院外面这些人昨天倒没特别看见 不管是在第一场的花莲 或是昨天的台南新北 取而代之的都不算是这个中年的族群 这看起来就是动员而来 你会觉得青鸟老得好快 才单断一个月 这么一下子 一叶白头 对 真的面孔通通老了 那然后整个的这些肇事场合 他又回复到民进党的传统的这些 他的群众 那么而且他的手法呢 其实也都跟他传统的这种动员非常非常相似 那我想当然第一个就说 其实已经有很多主流民调 我特别要讲 主流的民调已经显示 国会改革这个议题在年轻人的心中 其实并不是如民进党所营造的一面倒 好像年轻人都在反对国会改革 那事实上包含ET Today也好 或者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都做出来过半数大概五成七左右的民众 事实上支持国会改革 那当然这两天呢 有一个民调叫做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 这个大概已经是被认证 是民进党的御用民调公司 因为在每一次的大选里面 他的民调一定会让这个对民进党比较有利 所以这个时候呢也站出来说一个 哇大部分是反对国会改革的 但我觉得这样的民调出来 只是更显示民进党心里怕了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青鸟大概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有非常多的争议了 这些争议里面包含主要的这个 那时候不是在什么募款的人 他事实上都染毒 所以很多人说哇青鸟染毒了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跟 如同之前的这个太阳花 太阳花的这个行动 还没有那么早开始出现这么多的负面新闻 负面议题 可是青鸟非常快的出现了染毒的消息 又出现了这些募款有问题的 这个财务已经不清不楚的 我想都会让人家质疑说 是不是所谓的青鸟2.0 非常快的就变成大长花 因为2.0 它不是太阳化2.0 而是大长花2.0 好那所以现在民进党继续在 这个台湾各县市 做这个所谓的街头宣讲 他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主要目的其实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2026的操兵而已 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昨天的台南场 昨天台南场因为民进党在台南 所有的立委都是他们的 所以他们全部的总动员 然后你去对照我们昨天的台南场 我们在台南只有一位立委 就是谢龙介 然后他是校长接抓钟 他又是立委 他又是党部主委 他又要当主持人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资源有多么的少 多么的小 而民进党是所有的精锐进出 因为台南本来就是赖清德的本命区 而且所有的立委 台南所有的立委都是民进党 所以他们有很大量的 不管是文宣品也好 这个送这个送膳字 送子送什么 送的多了送水 就是他的资源非常非常多 我昨天在台南 我们我们只喝到那个 就是台南市议员 台南市议员送来的水你知道吗 其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文宣品 我昨天看到一个最感人的画面 就是因为在友台 他有派人就是在那边现场 有一些对话连线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到 因为刚好看的时候是那个 就是乔新委员 然后还有中宪委员 然后他们在对谈的时候 后面有一堆自发性的民众 然后在帮他们删封 然后我就觉得好感人 没有错 其实我们昨天到现场 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几乎都是左处右勇 同时有人这边给你拍照 那边有拍 我们没有大镜场 其实我们并没有大镜场 因为昨天非常热 然后他选的地方其实非常好 他是有树荫的公园 然后坐的人很多 那就主要大家非常非常的热情 那反正我们一到现场就是 几乎就全部就是一直在拍照 一直在拍照 一直在签名 突然觉得自己 哇好像变成那个巨星 一直不停地签名 对对就好像那个签书会 签唱会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同样在台南场 以民进党来说 以他们的实力 以他们这些立委的实力 昨天的人数事实上真的 绝对我觉得真的是落掉了 哎台南是你的本命区 台南所有的立委都是你们的 你们真的没有去观察到 对不对 因为你们是早上 他们是下午 对我是早上 然后下午 但是有我们有那个 回报 有一些回报 然后大概他们的人数 其实整个现场跟我们差不多 跟我们差不多 而且他们是所有的立委到现场 然后去拼场 去拼一些宣传品 所以在以民进党来说 就说 你不管是花联厂 或者是台南厂 或者是今天的监狱台北也有 台北下下 就是我们大概稍晚一点 台北的那个自由宫那边 也会有这个台北厂 或者新北厂 新北厂因为是苏巧慧的关系 那苏巧慧他要选2026 他当然会把他这个 作为他选举的一个起手式 那我刚刚也说 而且他是新北市的 民进党新北市的主委 对他来说这一场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开玩笑 因为他要角逐这个新北的这个市长 他当然要以这个作为一个起手式 但是呢 我相信他的这个现场的 这个他的整个的 就参加的群众结构 应该也是跟前面的 不管是台南也好 或跟花联也好 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民进党他其实第一个 是一个县市长选举的一个起手式 尤其他们很多的立委 比如台南 陈廷飞 林进党宪 郭国文 他们事实上都 海包海王定宇了 都有意要角逐这个台南市的市长 因为台南市被林非凡说的 不是我说 他说派一个西瓜 台南也会当选 所以他们会觉得 他内部的竞争比较强大一点 那同样的新北也是 你以为苏小慧就一定是他了吗 你没有发现那个罗智政 现在还在跑 你知道罗智政还在跑 真的吗 没有错 我已经听说罗智政还在跑 这个公庙 对不对 可是他是在忏悔 忏悔吗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在忏悔 到公庙 对 商业上 没错 然后你看还有吴秉锐 对不对 吴秉锐当然是跟原来的苏系 什么等等之类的 所以基本上 他们不管台南也好 新北也好 都是一个2026的 一个预备动作 一个起手式 那另外他们其实也是 他们虎视眈眈 就是想要做 这个遍地烽火的 一个罢免行动 因为最近这个罢免 已经到了 其实很多已经走在 这种实质的动作上 那因为我想大家也知道 譬如讲说像罗天伟那区 已经开始有所谓的罢免团体 已经召开记者会 直接宣布要罢免 然后在这个巧新的区域 也有啊对不对 也说要到那个巧新的这个选区 去做罢免 然后包括这个页元支 页元支已经发现有人在做民调了 已经在做民调 这个时候你觉得谁会莫名其妙 在人家当选 这个差不多半年左右 你在那边做什么民调呢 这个民调其实也是一个预备动作 所以今天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轻秒行动 你认为它是单纯的 只是为了什么反对国会改革而来的吗 当然不是 它有很多的选举考量 还有一些它的政治上的操作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 等你来拿 您也想要加值行动力 维持青春美丽吗 618年中庆 实际盐 胶原蛋白生态 买6盒就送5包 每日完胜口含定 买8盒就在加码送 14包梦梦水饮品 绝对能让你满贷而归 全场消费满千 就送百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享受绝佳动物体验吧